上個月初馬席會前 中國再度對台釋出善意開放絲綢之路 讓台灣的貨櫃可經由福建平潭直達歐洲 運程不但比海運快一倍 運費也僅約空運的五分之一 平潭綜合實驗區在中國 號稱以一天投入以億元人民幣的資金 快速建設下 各種大樓商城飯店夜總會一間間的蓋 讓一個小漁村搖身一變成為免稅島 但三年過去了本刊實地走訪平潭卻發現 許多建設都已停擺 隨處可見蓋到一半的大樓因停工而荒廢 主要幾個商城也人焉稀少 僅剩一間比一間還蓋得氣派的琴瑟酒店 和原本只有當地人才會去的半套桑拿店 仍屹立不搖 讓那些失意的台商還沒有賺到錢 就陷入紙醉金迷的溫柔香無法自拔 一杯泡沫紅茶要賣台幣50元的小島 計程車起跳價比北京上海還貴的城市 平潭在中國大力宣傳建設下 早已功過於求 須有其表的華麗包裝下 卻沒有文化內涵 注定只能失敗 我看見你們可以 近來 有 casts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